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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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歡迎繼續回來 Colote of Life Tessie今集Colote of Life 會和你講一個Hi-Fi 其實很多Hi-Fi的發燒友 用一套完美的音響設備 簡直是夢寐以求 但怎樣落手選購 他們未必真的知道 今天請到一位 拍音器材店的負責人Johnny 歡迎你 大家好 Hello Johnny 歡迎你 其實以Hi-Fi來說 真的有很多元化 很多不同的配件 其實有很多人喜歡聽音樂 想要一些好的音樂 一定要適合一套好的音響器材 其實Hi-Fi來說 我想說 在組合方面 我知道有一套式 有一些組合式 還有一個連體式 其實音響 我講的Hi-Fi 就是一個簡稱 Hi-Fi的原意就是 Hi-Fidelity 就是高度全真的意思 產品音響的東西 Hi-Fi只是一個簡稱 在器材裡面 其實分別有 一體化 例如一些迷你套裝 一體化 也是多層次的東西 例如有些 CD機 重播器 功放 amplifier 喇叭 speaker 就是一套 這是比較簡單的組合 待層次高一點的話 會有什麼呢 有CD機 CD機 也有些分體 有Transport 即是轉盤 也有些所謂的解買器 還有一些前級 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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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盒 有Cup Power Amp 還有Speaker 這裏基本上是一個 大致是這樣分類的 明白 剛才我聽到一大堆 主油 現在突然有點亂 但我想說 其實你剛才講的這麼多 在結構上 和外形上 最大的分別是哪裏 所謂一體化 就是一件過 很簡單 現在就像CES的產品 一件過 放一個iPod 或者iPad 或者iPhone 一件過 甚至做套裝 一個裏面 最後有抗音機 有CD機 甚至有其他的配件 裏面 一對喇叭 一體化簡單化 而一個高級的產品裏面 有什麼呢 就有包括 我所說的CD播放機 CD播放機 也有一體化 即是說連接解賣裏面 有合併式的功放 Integrate Amplifier 有Speaker 喇叭 這個是最基本的 一個套裝的組合 在層次再高一點的產品 又包括有什麼呢 CD機 也可以分很多類的 為什麼這樣說 可以分一個轉盤 Transport 也可以分合併式的 Integrate式的Player Transport裏面 也需要一個 解賣器的DA DA解碼器 數碼 轉為模擬的解碼器 好了 接著呢 層次再高一點的 前級 前級 也有不同的級別 後級 後級 我們將功率放大 或者後級 Power Amplifier 前級我們叫做 PM PM Amplifier 喇叭 也分很多不同種類 不同大小都有 有很多路 有兩路三路 甚至有些腦袋多到一排 都有 其實是很多很多的選擇 給大家 其實現在每個人都好像 我們這個節目 追求一些 quality of life 有些人在音樂 他們的生命的時候 他們是要最後 完美的音色 剛才我聽到 有功率的放大器 其實功率放大器 是什麼 功率放大器 但是有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 將一個信員 將一個信員 怎樣是信員 CD的播放的東西 所配合了他們的訊息 然後將一個簡單的分析 然後再交給前級 或者一個合併機 再交給抗音機 將它頻率去放大 以為功率放大器 那這個就是 一般來說的統稱 叫做Amplifier 這個就是Amplifier 是的 但是功率放大器 就是它的專有名詞 沒錯 剛才說了那麼多不同的部分 和不同的東西 我想問一套Hi-Fi 其實它主要是用什麼來組成 我們才可以說它是一套Hi-Fi 正如我所說 一套Hi-Fi 很簡單的說 以簡單的一套套裝來講 CD機 CD的重播機 功放 Amplifier 包括可以用合併式的 Integrate 或者是前級後級的一套 名單的喇叭 這是基本的一套套裝 明白 其實也有很多東西 我想說 在選購方面 譬如我們一些初入門的 但它只不過是覺得 它想要一些很漂亮的聲音 這樣 想聽一些好的音樂 很完美的聲音 這樣 它應該怎樣去選購 這些Hi-Fi的器材 我認為買一套音響 最主要一件事 大家不要介意我這樣說話 因為自己有個預算 因為音響是一個很不同層次的產品 亦都是可以花費很多錢的產品 有幾百萬一套 有的 因為我們公司也有一套的產品 挺名貴的 一套到二百多萬 都很普通的產品 OK 所說 它二百多萬 我們說得很少 但其實數字也挺大的 它貴在什麼呢 譬如一個好的產品 譬如我剛才提到不同的產品 有不同的級數 產品裏面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每一個廠家出的產品 一定有自己的風格 根據自己的風格 做出產品 當然包括外觀上 聲音上 和各方面的配合 是一個很完美的配合 亦都是有自己 加上自己的知名度 變成一個產品 名歸水就會走出來 其實我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音癡 如果我去試聽它 可以不可以的時候 我怎樣去評論它的音色是好 還是不好呢 其實我建議大家 若要試一套音響的時間 首先選擇你自己最喜歡的 撕跌影片 譬如我通常會叫朋友 你自己選一堆 最單是兩至三張的 撕跌影片 去聽你想要聽的器材 然後去聽 聽到自己聽到舒不舒服 有沒有說吉爾 或者聽到覺得好像悶悶的 那未必適合你的 聽到覺得 很過癮 越聽越想聽 也都是一堆產品 最好選擇不同的碟片 人聲 穿飾音樂 甚至古典音樂 多方面試一套器材的效果 出來的效果 達到你基本的想法 聽到會舒不舒服 那其實都很個人感覺 是吧 就是音響的一套器材 我覺得算是個人化的產品 不要說哪個語 喜歡不喜歡 最重要是自己聽下去 適合自己聽 相信自己對耳去收穫是最好的 其實可能有人覺得他那一套好 但可能我覺得我家那一套更好的 即是每人的感覺不同 是嗎 其實發燒有同一個毛病 或者是同一個感覺 很喜歡去人家聽東西 但是形成發燒有自己 每每都需要換機 因為聽完別人的那套機 回家自己聽自己的那套機 不對勁 總是差一點 所以變了 為甚麼叫發燒有 我解釋一下 聽完別人的那套機 不行 我要換些東西 那就去換東西了 換東西就是我們叫 紙紙不要那麼發燒 先講講關 要投資買一些產品去換一換 跟別人自己聽別人的那套機 接近一點的 所以要配些東西賣上去 所以一邊發燒 一邊買一邊就發燒 OK 這是上癮 我覺得現在是一個 OK 這個就是發燒有 其實Johnny我想問你 聽這個Hi-Fi來說 我知道它的音色有分幾種主流 其實我想問是哪種主流 或者是主流 聽音響 其實我覺得我大膽分兩大類 一種就是純粹聽音樂 我們叫做音樂派 純音樂 聽音樂 我要聽音樂 一種就是器材派 我大膽分開可能是錯的 不要介意 那就是音樂派的人 會聽音樂 會比較追求音樂的還原度 從播效果去到哪裏 達不達到高度全真的效果 簡單說 我想聽一個歌聲唱歌 是不是好像在我面前演奏 在唱歌 這裏就是所謂的發燒音樂派的要求 或者聽一個爆棚的東西 古典音樂 是不是聽到這麼多種樂器 在你面前演奏 這個是音樂派的要求 然後器材派的派 我又如何分析呢 譬如我所說的發燒有 買一套很漂亮的器材回家 聽聽聽聽好像不過癮 所以他會去聽 再選擇 去配搭 令他滿以自己的器材為止 這些是器材或是發燒牌 大膽就這樣分開了 聽完Johnny的這麼詳盡的介紹 我這個音癡都開始明白 但其實我想說 一些HIFI的發燒人 聽聽聽不過癮 又要換東西 又要換東西 要再整個架機 或者可能要購買更加黃貴的器材 但其實我想問 我們為什麼要提高他的音質呢 我首先要大家用家 或者一些音樂愛好者 要知道自己的器材是欠了什麼 譬如我覺得聽上去高音好像不夠 或者低頻又不好 我們從這方面去改善 就不會浪費的金錢 去買一些無謂東西回去 第一 第二 注意一下自己家居的東西 有沒有影響到他 其實現在家居很多東西 會關擾到聲音的方面影響 包括喇叭的擺設 擺位 會影響到聲音的效果 亦都包括器材的搭配 我常常都跟朋友聊天 買最好的器材回來 買完最好的器材回來 是不是最好的聲音 不一定的 因為每樣都是說搭配 說配搭 如果你是某一件事做得不好 或者某件事做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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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會影響到聲音的效果出來 所以怎樣改善 我想首先要知道自己的器材 是欠了什麼 是有什麼做得 不認為自己是覺得是不好的 在這方面去想一個方法 去改善 包括什麼呢 換線材 或者有沒有可能 我自己的喇叭 出了一些問題 包括擺位 或者是其他的問題 家居的其他家居的干預 譬如家居的 你用的插電的時間 有沒有出了問題 因為電最重要的一個範圍 現在香港很多家居都有電腦 但電腦是會干擾 我們模擬聲音的出來 會影響一點點 包括很多的問題 還有一件事 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 因為家居的問題 我買了喇叭線 買了線路線 因為不夠地方擺 又以為好看 把線打圈 打圈會影響聲音的效果 那個傳送 對 因為打圈很簡單 原理 如果大家對電學有認識 將電線打圈 或者將喇叭線打圈 進去進去打圈 就會增加電容量 將電容量 等於無言中的聲音 就會多了一種電容 電感在那裡 會影響聲音出來 就沒有人性化 沒有人性化 好像有些壓縮所 好像聽一下 聽到都不舒服 所以大家會注意一些問題 就是 當你接駁線的時間 那個注意度 就是將線盡量不要打圈 這是一個大家要注意的 還有儘量將模擬的產品 和數碼的產品 插電 儘量想辦法分開 會不會是不同的房間 會比較好呢 不是房間的問題 純粹是一個干擾性的問題 那個干擾性的問題 其實真的很深奧 如果你覺得你的音質不好的時候 可能未必是你的套HIFI的配件 或者器材的問題 可能是剛才Johnny這樣說 可能你的線路有問題 或者很多不同的因素 或者家裡擺設喇叭擺位 或者很多電腦 或者電子器材 都會影響對你的聲音 我們聽了這麼多專業的意見 我們現在去廣告 轉頭回來繼續 Quality of Life 電量高專利設計輕巧安全 A-Magic的Magic One 外置慢用手機充電器 透過智能手機配搭D-Link IP Cam 全方位收體即時流暢影像 用智慧改變世界 讓科技改善生活 一一科技有限公司 天然 純正 無雜質 高級金絲燕窩棧 滋寶 養生 中盡燕窩狀 一個全新秘密 令你看起來更年輕 掌聲拿生科技 立黑白 嘩嘩嘩 喝到東西咳到氣扯 可能是氣寬敏感 體內有白衣器 可以誘發咳嗽氣喘 用口服藥物就可以控制徵作 咦 沒進來想味 用了多樂士加勒安環保漆 美國製造絕無VOC甲醛 和其他有害物質 符合美國專業環保認證 全家健康又安心 現在多樂士還有全新推出的 環保健康系列 抗菌抗甲醛 保護更全面 想知道多些 上多樂士網頁看看吧 北印度咖喱 辛辣重口味 滋味羊肉 香脆薄餅 多款正宗飲食美食 盡在潮爆七衣咖喱王 Cantus手錶 以卓越永恆設計 高品質及合理價格 滿足消費者的要求 視像的外形設計 適合每天配戴 百年老號希臘酒莊 優質葡萄 結合千年古希臘釀酒方法 延續酒香文化 Santali 桃桃酒 層次鮮明 而且千變萬化 威士忌 被英國人譽為 心命之水 Brandy 是成熟男士的必然配搭 各各名酒 我們一一世味 由品嘗美酒 到二味酒入榨 體會醉人魅力 走運全世界 消閒花費夠輕鬆 優質生活樂其中 潮流品味 各地名牌產品 時尚陰物 趣味滿意 帶給你最新購物資訊 陪你做個精明消費者 購物天堂 HELLO 大家好 歡迎繼續收看 Call of Life 剛才Johnny 跟我們說了很多 Hi-Fi的專業知識 其實我們剛才說到 喇叭線 其實喇叭線 在我們的Hi-Fi 裡面 你覺得算不算 一個音質的調味料嗎 其實不只是喇叭線 所有的訊號線 電源線 都是一個調味料 喇叭線 只是提醒了一番 喇叭線主要是 傳訊信員的電流量 讓喇叭發揮 讓喇叭的音色出來 喇叭線當然是很重要 當然也有些前輩說 要某個長度才是最標準的 我覺得今時今日 現在這方面也不太重要 現在一般的長度 家居用就是三米左右 這是最標準的長度 我覺得 喇叭線是不是 信調味的線材 可以這樣說 不是喇叭線 信號線 都是一個重要的範疇 包括電源線 也是 以一個高級的音響器材 每一件事都有關聯 尤其是線材 每一條線都有關聯 直至影響聲音發揮 每一條線都擔當著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缺一不可 或者全部很好 就算有一條米 已經可以影響到音質 其實我想說 我聽說 有些喇叭線 可以去到五六位數字 其實他們的質素很好 可以賣到這麼貴 還是他們有什麼特別的功能 可以賣到這麼貴 其實剛才我都說 每一個廠家 都是各司各法 做一些很特別的產品出來 配合市場的要求 配合發燒油的要求 其實每天的特性 去到賣到這麼貴 其實都有自己的特色在那裡 所以特色是合不合用 我們不要避開價值觀的問題 特色合不合自己的器材 反而大家要考慮這個問題 多一個 我是不是要買這麼貴的線 譬如那條線的特色假設 那條線的特色是中頻很好聲的 但你的系統已經是很好聲的 過了會不會過了量 這反而是一個問題 所以大家要注意 我買一條貴線也好 最重要知道是合不合 配合自己的器材 我反而覺得這個比較重要 嗯 非常之對 我都覺得我很同意 但其實我想說 會不會我聽不同類型的音樂 對於線材的選擇方面 都會有不同的選擇 音樂我覺得最重要是 對於器材的問題 亦都有一些器材的產品 會特別針對某種類音樂 而開發出來的 亦都有一些產品 是比較全面性的 但是不是用的線材 會改變一些音色呢 我覺得有機會有些改變 是不是很完全改變 我就不是覺得一定會這樣 但是改變就一定有 就是換了一條不同的線 亦都會產生 因爲它的特性不同 那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出來 這個肯定會有的 嗯 很多人就說過了 這個是喇叭線 越短越好的 那其實是不是的呢 其實喇叭線就不是 反而喇叭線一般來說 家居來說 除非是很特殊的情況 一般都是兩米到三米 這個長度應該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反而我要強調這件事 訊號線呢 反而就太長 反而不是那麼好 哦 現在訊號線 大家如果有玩開音響 的人都知道 訊號線會分兩大類的 一類叫做單端 或者RCA 一段叫做平衡 XLR 其實一般來做工程的人員 就會採用XLR平衡線行 因爲它的噪音干擾性最少 而單端RCA 就比較想要家居用的多 或者是一個很短程的東西 其實訊號線長短 就會反而容易影響聲音 那現在的 現有的音響器材 其實設計已經是很漂亮的 所以這個問題 我覺得未必有這麼大的分別 分別一定有 但是好像以前那樣 十年前那些產品 分別這麼大 我覺得未必有這麼明顯 會有一點點幫助 明顯性就未必這麼大 剛才Johnny你說到 這個線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剛才你也說到 擺位也很重要的 可能你的音色不太漂亮的時候 可能擺錯位 或者喇叭的位置擺得不正確 其實怎樣擺才是正確的呢 查實在坊間有很多規格 擺位要來多少場 來多少位 查實我覺得 要跟家居的家居為盡 為什麼呢 每個家居 假設我們去一個音響店 去刺野 它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家裏周邊也沒有東西的 但是家裏不是 旁邊有一個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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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會影響聲音的折射點 其實我要做到折射點 大家二次波是相等的 聲音是最好的 所以喇叭的擺位是比較重要的 OK 我想說 我經常聽到人家說 鋪地毯和磁磚 或者鋪木板 音都會不同的 其實是否真的有這麼明顯的分別 因為每一個產品 地毯、磁磚 或者是玻璃也好 其實那些櫃的折射點是不同的 地毯來說 一般來說 折射點會比較少 簡單來說 會有可能 對高音反而有少少干擾性 或者會吸了少聲 專門來說 因為它折射的聲音 是一個折射點 會折射得越多 所以可能聲音可能會很生動 但可能很生動 過頭一人沒有聲音 這個問題 我們要怎樣處理它 你說用其他方面 有沒有幫助 就是每一個物料 對聲音都有一定一定的干擾性 地毯 剛才所說 可能會吸少少高音 地毯來說 可能會有一個折射點 會大了 可能高音對某方面 特別會敏感些 快了 活躍了 活躍了 對聲音有一定的影響 嗯 其實你剛才說到 你CD補充試的時候 有些Hifi的專門店 當然有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很足夠的空間 讓你試個聲音 其實是不是空間越大 出來的音色就會越好呢 我覺得要這樣說 空間大 你所用的功率一定要大 如果你不是說 我原本買一部迷你機的 把家裡空間大 當然沒有聲音 所以我不太同意 要視乎你自己的要求怎樣 當然如果一套好的器材 假設不是太差的器材 那麼空間大 它的擴散點會好些 那你都會 聲音應該會有多少 會好的效果出來 當然你器材要適量的功率 要不是說 找到十幾二十個 去到成千尺的地方 根本不可能好聲的 好聲就騙你的 嗯 是啊 其實最重要 都是講這個配搭 那個配搭對的時候 那就應該OK的了 真的都要亮智家裡的大小 而裝一個適當的器材 你才會得到最好的聲音 其實剛才說了 我們這麼多 Hifi有不同的配件 亦都說線是這麼重要 空間又很重要 因為折射點 或者有很多聲頻 也都不同 但我想說保養一套 Hifi來說 其實難不難的 因為剛才是說 二百多萬一套 Hifi回來 我需要找一個專人打理 我一定要定期維修保養 一套美麗的保養 最重要是一套美麗的 音響回家裡 最重要的是 如果不開機 就會保養久一點 其實是最錯誤的 畢竟電子零件 尤其是新的產品 我是屬於所謂的 煲機 一般煲機的時間 我估計三到六個月左右 最基本 煲完機 為什麼要煲機 就是很簡單 將電子零件 走上去 等於車輪到一月 這是我道理的 這就是一定要做的 其實你不開的機 就是不好的 因為電子零件 譬如潮濕了 或者線路板受到潮了 都會影響聲音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 保養方面 第一 不要檢查這部機 不開 那部機要長開才好 因為電子零件 讓它常常有運作 會更加有好效果 至於其實還有一件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 天氣都會影響聲音的 為什麼天氣會影響聲音 我跟著這 會影響心情 心情一定會 心情一定會 聲音怎樣影響到 夏天 如果大家聽到音響 夏天 好像聲音跟平時不聽 什麼原因 大家知道嗎 太熱了 第一個問題 潮濕 第二個問題 因為過開冷氣機 電壓可能不穩定 會受到干於聲音 大家可能沒有注意的問題 相反來說 秋天來說 可能會好聲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喇叭雙體 沒有受到潮 裡面空氣不會膨脹 聲音會好一點 而且沒有開冷氣 原來這樣都可以影響到 音樂 原來可以感受到天氣的變化 但其實主要都是關於電腦的問題 剛才你說了這麼多 不同的配件 早一刻也跟我們說了 很多Hi-Fi的專業知識 將來以你的專業角度 你覺得 現在我們世界上 哪一道出產的Hi-Fi 會比較適合我們在香港 這個居住環境使用呢 其實Hi-Fi 現在基本上有三大個國家 做得比較出色的 一般大動快一點 是日本的產品 以往來說 很多人聽到美國的產品 美國的產品 因為現在市場變化得很厲害 它的產品就比較有少少 參差 參差 現在普遍來說 歐洲的產品就沒有升得好 還有它的市場 那個音樂感 音樂味會做得好些 所以德國的產品 歐洲的產品 現在市場是認可比較多些的 Quality比較高些 比較穩定些 還有歐洲的產品 那個音樂味 比較好些 比較有感覺一點 始終都是由他們 沒錯 始終他們是始創 我覺得 不可以始終歐洲人 我覺得 尤其是聽音樂 那班人 會比較喜歡音樂 德國東西比較多 近期來說 我覺得 音樂感 音樂產品的設計 都做得相當不錯 其實你覺得 一套漂亮的Hi-Fi 比如我們剛才是德國的 你覺得是適合聽 什麼類型的音樂 我大膽地假設 歐洲產品 聽音樂感 音樂味 比較重 好像古典音樂 歐洲產品 做得相當不錯 當然不能一概而論 亦有產品 會針對某種類型的音樂 設計 例如著色音樂 人聲都有 但普遍來說 德國的產品 全面性會比較好些 我覺得歐洲產品 會做得比較好些 歐科 始終都有那個經驗 他們本身對那個要求 可能就比較高 他們的音樂感 是比較重的 不是說我們Asian 我們沒有音樂感 始終我們不是西洋的音樂 就是Jazz 或者很多古典的音樂劇 都是用歐洲的機器來聽 那感覺可能會出些 或者有些Punk 或者有些電子音樂 可能就日本機會好些 最重要的是 都是體力聽下去舒服的人 自己感受到音樂最舒服的感覺 那就已經可以了 我也同意這樣說 但最重要的是 產品的搭配上 大家就要花一點心思 還有要了解自己的喜愛 然後再去計算自己的預算 帶上自己的碟片去選擇 會比較容易適合 那歐洲的東西 我想大家可以作為一個 參考的首選 其實美國也不是不好 美國我覺得現在的產品 比較上已經是 新的產品 改良產品不多 不是去冒 比較少 比歐洲的東西比較少 可能歐洲這幾年 就對這方面 改良得比較快 和多了 所以選擇性 大家也都比較多了 非常專業的意見 謝謝Johnny 謝謝 今天來到Cology of Life 和大家說出這麼多 這麼專業的意見 這麼寶貴的知識 如果大家想重溫 我們今集的節目 歡迎來到我們的網址 www.aplus510.com.hk 或者如果你有智能手機 或者iPad 訂閱我們的apps 陰婆時間隨時隨地 重溫我們的節目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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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